時間是2018年 34歲的Shannon Watts與自己的丈夫Chris 以及兩個女兒住在Colorado的小鎮裡 從Shannon的Facebook可以看出她擁有個非常美好的家庭 說嗨Cece 說嗨Bills 嗨Bills 不 妳要說嗨 嗨 並且也很期待當時肚子裡為Chris懷的第三胎 8月13號 懷胎三個月的母親以及兩個年幼的女兒突然無故消失 驚慌的丈夫被通知後趕緊衝回家並在當地電視台求助 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 但三天後檢察官卻在這個儲優場找到了一家四口的屍體 到底是誰可以對這麼天真無邪的小孩下手 最終揭露真相比任何人想像的都更加恐怖 這就是Shannon Watts謀殺案的故事 案發前五天 當時Shannon全心全意地經營她的直銷生涯 靠著賣直銷的減肥藥以及減肥粉 一年超過百萬的收入 也因為直銷的成功 她被邀請飛到亞利桑那州演講 而這段時間老公Chris則是在家照顧兩個小孩 以及出門去酒吧看了當地的棒球比賽 2018年8月13日凌晨1點48分 挺著三個月大孩子的Shannon 經歷了五天馬不停蹄的演講以及應酬 終於帶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了家裡 她的好朋友Nicole把她送到了家門口 早上8點 好友Nicole擔心Shannon身體不太舒服 便傳簡訊問是否需要幫忙照顧兩個小孩 或是幫忙送她去醫院 Shannon完全沒回覆 早上8點半 她也沒有出現在原本該去的產前戶裡 這就讓Nicole更擔心了 她聯絡了Shannon的老公Chris 但Chris說她不知道Shannon去的哪裡 但她會馬上趕回家 早上11點好友Nicole報了警 緊接著老公Chris也趕了回家 Chris打開了車庫快速檢查了Shannon的車子 接著她開了鎖讓警察進門 在房子裡他們找到了Shannon的錢包以及手機 但沒有Shannon以及兩個孩子的蹤影 從警察的隨身攝影機可以看出 好友Nicole以及老公Chris的焦慮 但兩個人的焦慮似乎有點不同 房內一切看似平常沒有任何的破壞 而且所有的門也都還鎖著 不可能是有小偷或是搶匪的闖入 從跟Chris的對話 警察得知了夫妻兩人最近正準備討論 唯一有進出這個家的就只有Chris一個人 並且當時他正在他的卡車裝一些東西 隨後Chris便開始解釋一些不相關的琐事 他的焦慮也越來越明顯 影片看完後Chris先離開了 鄰居也發現不對勁並告訴警察 Chris緊接著上了當地的新聞台 呼籲大家幫忙找自己的老婆以及小孩 雖然矛頭都指向老公Chris 但Chris真的有可能成為那個 迫害自己老婆以及兩個小孩的人嗎 時間回到2010年8月 在Shanan車禍後人生最低潮期 她收到了一個Facebook的好友邀請 是她的未來老公Chris Watt Chris是一個很內向但喜歡各種運動的人 隨後兩人便開始交往 Shanan也開始在她的Facebook上 記錄兩人的生活點點滴滴 兩年後他們搬到了Colorado 並在那結婚了 他們住在一個風景如畫的房子裡 2013年2月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Bella誕生了 2015年 第二個女兒CC也來到了這個世界 Chris在有產工作 而Shanan在醫院幫忙 從外人來看 他們的生活似乎完美無缺 對朋友而言 Shanan是一個開心 且很愛自己小孩的媽媽 而Chris是個負責任 善良且內向的爸爸 2018年 Shanan懷了Chris的第三個小孩 Shanan懷了 看似如此美好的家庭 為什麼Chris的舉止卻又這麼令人懷疑呢 檢察官開始擴大偵查 並傳喚Chris到偵訊室裡 在調查中 他們發現了另一個重要的角色 Nikki Kassinger 她是Chris的工作同事 並是Chris私下的情婦 兩人的私密關係在2018年6月開始 當時Shanan懷了第三胎 並未直銷的工作到處飛來飛去 而Chris則是用這段 Shanan不在家的時間 私下與Nikki約會 她告訴Nikki 她已經準備跟Shanan辦離婚 而Shanan也早就察覺到 從檢察官調出的簡訊中 可以看出Shanan跟朋友抱怨 與自己老公Chris 越來越大的感情距離 隨著調查的加劇 Chris的故事開始瓦解 在偵訊室裡大量證據的壓力下 Chris的冷靜面具開始破裂 她首先答應測謊 你知道Shanan在哪裡嗎? 沒有 但測謊的結果顯示她說的沒有一句是真的 雖然測謊結果不能在法庭上當證據 但檢察官用這個結果對Chris再度施壓 並讓Chris的父親與他在偵訊室裡獨處 看看Chris會不會在親情的保護下 顯露自己最真實的那面 終於Chris承認了無法想像的罪行 他承認把三人的屍體丟棄在除油桶的附近 Chris先說當天凌晨Shanan回到家後 他告訴自己的老婆要分居 但Shanan一氣之下用枕頭悶死了自己的女兒 他看到這個畫面後很生氣便掐死了Shanan 隨後他便很害怕地把屍體丟在了除油桶附近 但這個故事很快地就被檢察官否定 因為一個正常的爸爸不管如何 都一定會先叫救護車企圖救自己的女兒 而不會把屍體丟棄 眼看著自己的故事各種的前後矛盾 Chris終於決定揭露事發的真相 他說Shanan回到家後他們吵了一架 他一氣之下用手掐死了自己懷孕的老婆 接著他把老婆的屍體跟兩個小孩放上自己的貨車上 開車到除油廠去 在那他先用枕頭悶死了當時只有三歲的Cissy 而坐在車上的Bella問了自己的爸爸 根據Chris這是自己女兒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接著他把兩個小孩分別丟棄在兩個不同的除油桶裡 而把媽媽Shanan埋在了附近的土裡 這麼殘忍的行為為的就只是與自己的情婦Nikki 展開一段全新的生活 隨後在法庭上Chris與檢察官達成了一個認罪協議 他承認殺害了懷孕三個月大的老婆 以及兩個三歲及四歲的女兒 在審判期間法庭上充滿了情感的證詞 以及犯罪的詳細描述 最後法官給Chris三個無奇徒刑 且終身不得假釋 現在39歲的Chris Watt在Wisconsin州的監獄裡 在他坐牢的六年間 Chris不斷地收到粉絲寄來的愛慕信 這些粉絲告訴他他很帥 並且他們百分之百相信他是清白的 就因為一個情婦Chris親手殺害了自己的老婆 兩個天真無邪的女兒 以及一個還沒出生的兒子 看似負責任善良以及內向的丈夫 內心卻能夠如此的黑暗 有時最大的危險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人 謝謝你今天的收聽 我們下次見 請記得點贊並開啟訂閱 小鈴鐺